吹牛都不带打草稿的 这是龙与神主 赐予我家老爷子的神主力 你不会想说 你就是龙与神主吧 正是 火车 你不想做什么 你给我听话了 那小女子 是不是应该给神主大人 下跪请安了 这是你应该做的 你这个废物 是不是发生傻病了 连神主都敢冒充 你是不想活了吗 芸汐 你听听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这是一个正常人 能说出的话吗 芸汐啊 你要是想继续担任总裁 就嫁给徐少 否则 你怎么带着储家 晋升一流家族 老太君 祝您福寿万年 徐少您来了 准备些礼物去了 耽搁了些时间 望老太君见面 不碍事不碍事 徐少能闪光 参加我老身的寿宴 我储家 蓬毙升辉 荣幸致志啊 牧尘 我在此宣布 只要你留在储家一天 那么储芸汐 就永远帮不了 储芸集团的总裁 那我也在此宣布 只要我再一天 总裁之位 就一定是芸汐的 今日除老太君寿淡 徐少送上 黄金千两 东海夜明珠十颗 价值五百万 福寿路三星一尊 价值八百万 关内侯印章 价值三千万 罗文宝传 价值五千万 这徐甲真不愧是 淹成第一大家族 真是他首领啊 是啊 这些礼物价值 不得过亦啊 储家凭着属芸汐 怕是要见妃中天了 徐少 这些 就是送给我们储家的 这些东西 都是送给 芸汐当聘礼的 只要芸汐嫁给我 我保证 让你们储家 成为一流家族 小子 现在明白你和我之间的差距了吗 我怕我送的礼物 会闪瞎你的狗眼 我说这话 凭的是我们徐家的背景 和深厚的底蕴 你一个傻子 我有什么 你有金钱吗 你有地位吗 徐少说的不错 这年头 弱肉强食 谁能给我们储家 带来最大的利益 谁就有话语权 主宰我储家的一切 既然老太君这么看重利益 那我就让你们开开眼 凤吴三分钟之内 把礼物送到酒店 酒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